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十万个为什么开始了! 为什么铅笔伸进水就像是断了? 我们知道,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。 如果光从两种不同的物质中通过, 那么在这两种物质交界的地方, 光的传播方向它是会发生改变的。 这样就叫做光的折射。 光从空气进入水里, 因为水比空气的密度大很多, 于是在水和空气相交处就会发生光的折射, 不再沿着原来的方向传播了。 当我们把铅笔伸进水中, 我们看到水下面的那部分铅笔 是已经发生折射后的光线里的铅笔。 这股光线当然不会与水面的光线形成一条直线, 所以啊, 你伸手去摸一摸, 铅笔是没有断的。 这就是光的折射的原理, 它虽然没有断, 但我们的肉眼看上去, 却像断了一样。 小朋友知道这其中的神秘之处了吗? 它的原因都来源于神奇的光 在不同物质中传播的道理。